喂喂 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月4號 即是這單都可以同大家講一下 在Yendianna 州即是美國那裏 這個insurance executive says death rate among working age people up 40% 嘩這個人很害怕 因為他又講到乳化升仙率 這個乳化升仙率在適齡工作人口那裏 因為他們要工作的大升40% 但其實只不過可能你那些人 即是怎講你可以是很少的 你可能40個大升40% 都只不過是可能多了兩個人 所以我們先看一看 那這裏講因為那隻雜事變變變 我不管你是D記也好O記也好 又或者是原創那隻 就在Yendianna 州那裏 就已經奪去了19,000人的那個聖名 那為什麼今回就講這個乳化升仙率呢 因為就不是有關那些什麼O記 D記的 那這點就有參考價值了 到底是因何事呢 那他佔多少呢 二十分之一 因為如果講Nationally 那就是82萬4千人 而保險業公司是一定第一個出聲的 原因就是因為要加保費嘛 你就不要以為它是那些什麼 Whitehead 諸如此類那些 而是它為了自己的Premium 保金 所以就一定要放風的 如果不是 你精算師那條數算不上嘛 要加保費 所以我就說買保險有事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呢 就是anyway 根據CEO 他講那句是這樣的 不如講一下他底細先 嘩厲害 千億巨企來的 一百個Billion US Dollar 還要是美金的千億巨企 在Indianpolis 那裏的 One America 公司的那個CEO 他就說 We are seeing right now the highest death rate We have ever seen in the history of this business 在有史以來 在B1行裏面 見到有史以來最高的那個Race 我大學時候呢 就是Octorial Science 有一課就是講Expect Life Duration 就是那個Life Expectancy 他就有講到這件事了 嘩 就是有些人主觀在那裏和我爭論數據 就說那些是什麽頭盔各樣 你錯啦 當你討論一件事的時候 不過隨便啦 general的 政府就是想general的 是不是 general的 當然是做好過不做的啦 當然是去就好過不去的啦 那些人都是怕麻煩的嘛 如果不是怎會有Octorial Science 你有沒有發現你在賽馬會的時候 永遠你入些數據各樣下去 然後自己run完一次 再去下注 把State也都是輸的 為什麽呀 後面有整批精算師和你玩嘛 那所以和我爭論Risk Management那些東西 沒有什麽好爭的 講數字我都是那句 講地區、講年齡 講你有沒有些什麽事 你說全民都去修煉 科技、服技各樣 那些行不行得通呢 就是敏除了 削平 那以操作來計 以利潤來計 那即是 我又不明白的 為什麽香港人會接受的呢 就只不過是 圓水的另一版本而已 他同你說 拉雲全港啦 以及 即是你一輩子來講 你都只不過 那個智力 下降兩點而已 同一樣東西來的 我都不同你 批44歲以上那些 在香港我就覺得沒什麽 但是44歲以下那些 做什麽事呢 你為了上班 為了找Head 那都對 因為站在政府的立場 最好是怎樣的 不過想不到這麽快趣 因為站在政府的立場 最好呢 你和我一輩子是這麽做事 做到65歲的時候呢 你退休了 那你退休 那個Life Expectancy 那麽高的時候呢 那你又抽不到稅的啦 那些 那還要給他 那最好當然就是令他瑜化聲先的啦 不是我 即是說 站在政府的立場來講 那站在市民的立場來講 當然是做完事 有得探世界就最好的啦 那你說會不會是他家保險公司 壞的 即是 差事找到那些都不是好的 結果 就有件這樣的事 什麽適齡工作人口那裏 就大增那個率 但是他這樣說 我不知道你信不信啦 The data is consistent across every player In the business 即是在整個行業裏面 所有的人 即不是這個高那個低 大家清一色都遇到這個問題 啊 搞錯了 就不是去到40 是去到64歲 我將那個練功那個範圍搞錯了些東西 那整句講給大家聽 Davidson 即是那位人兄 是這麽講的 他就說 Death race among working age people Those 18 to 64 years old up 40% in the 3rd and 4th quarter of 2021 over pre-pandemic levels Just to give you an idea of how bad that is a 3 sigma of 200 year catastrophe would be a 10% increase over pre-pandemic levels 那他又講你聽小小東西啦 那你會有個概念 40%是怎樣呢 就講的 嘩 百年難得一遇 是不是 200年難得一遇 他講的就是 即使你是200年難得一遇那些東西 我不知道啦 現在鄭州事件都不算是200年了 那什麽萬年難得一遇 那CEO是跟你講 200年難得一遇 的那個事件 都只不過是令你那個 語化升仙率可以提高到10% 現在你是升了40% 那我講多句給大家聽啦 那不知啦 兩樣東西 拜拜自己選一樣啦 Most of the claims for deaths being filed 然後就not classified as COVID-19 deaths Mr.Devison說 大部份去claim的個案呢 很多都並不歸類 為這個O記D記或者雜事原創 整出來的製品 這個語化升仙率 就即是 對啦 因爲什麽呢 40% 那拜拜可以選擇的呢 因爲這裏人家CO是講的 你這樣做的時候 啊 待會先講 講下這個CO的目的 就令到他的數據更加可信 For one America we expect the cost of this are going to be well over 100 million dollars and this is our smallest business so it has a huge impact on that 是講緊 除了你這個40%率之外 那個disability claim 即是你那些什麽 有什麽身體問題那些 就去拿賠償 都大增 而這件事 就搞到他差不多沒得做 因爲呢 那一塊好小的生意來的 啊 突然之間你弄些這樣的東西 所以 啊 竟然是適齡工作人口 受的損害是最大 he said the cost will be passed on to employ a purchasing group life insurance policies who will have to pay higher premiums 啊 這裏了 所有的適齡工作人口 要給多些錢 Prem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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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啊 就是保險業界的moto 反過來 買了那些呢 啊 就會念另一種的 那種咒語就叫compensation compensation compensation 大家的利益是不同的嘛 他又收你日價 啊 你又要他拿賠償 而且 Indiana州那邊 啊 那個醫管局主席 啊 即是那邊的 范紅令 Indiana hospital association sat the hospitals across the state are being flooded with patients with many different conditions sing unfortunately the average who's serious health has declined during the pandemic 他是得到那邊的醫療組織證實 真的哦 而且 啊 大家商討的就是 如何去提升 那個Premium 那拜拜要選的是什麼呢 喏 他自己clean的嘛 那現在 啊 給了些鮮豆你用了哦 那你自己說自己這麼厲害的時候 哎 為什麼 現在說的 是直接 啊 出了數據 那個率大升哦 怎麼計算呢 是不是你漏部 方部 門部 那沒有的 那些不歸類為 給那些OGD的雜事原創 整出來的數字的了哦 那是不是 拜拜特意的 啊 就命令那些 醫療人員 就將個數字調低一點 啊 免得自己 顏面何喘 即是那些人其實是應該歸類的 但是就沒有歸類到 定患是 那第二個 同情地了解了 啊 我當你 就是這樣啦 你管理不善 啊 那所以啊 就搞到 醫療體系大亂 喂 200年難得 一遇的哦 怎麼計算呢 那這個是數據醫療系統的問題 那第三個個案子了哦 那就是 Youtube不准說的 那大家 自己想啦 說明不准說 那當然是不說的啦 是不是呢 總之就不歸類了 那又適齡工作人口 適齡工作人口 現在需要怎樣呢 你要工作 啊 你就要些passport的嘛 是不是 就是我不知道啦 每一個人 都要為自己的健康負責 但是那些小孩 你不要搞他啦 18歲以下各樣 啊 那要些家長那些的嘛 那很多人就認為 苦毒就不吃而 不會的 啊 他們都想自己的DNA各樣流傳下去的嘛 那不一定的 因為有些不知道頭不知道路的嘛 那更何況 啊 又沒有了蘋果立場各樣了 啊 就剩下一個東方 大家覺得他站了多久啊 哼 就是那些笑呵呵 啊 那又如何是不是 沒有的吧 啊 他自己都要選邊站啦 啊 人家 可能都發幾封信 喂 你不要說的吧 不說又沒有收拾 東方的抉擇 和母親的抉擇一樣那麼難啊 那其實 上班都還算啦 因為 他說 你需要做某些程序才可以上班 那你可以選擇不上班的而已 不過不行的 香港人不可以不上班的 那至於啊 你說那些子女 那就沒得選了 為什麼呀 你可以不上班的而已 不行的 香港 不上班是不行的 除非那些學校就說了 那你不上班 啊 你可以上這個網課代替 那這樣就OK啊 否則 在這個濕圖位裡面 他不澄清的時候呢 那你就就是強制這樣解的而已 不是 啊 就以復課 啊 就是都不知道 哪一個啊 傳了一些風聲出來 又說什麼 要復課的 他又說停課啦 要復課的唯一可能就是 加入傳真教傳真七子 啊 練不知多少從天 還是以國的練到第四從天 那如果是這樣 麻煩你給個濕圖位了 那如果那個學生 不要求復課行不行啊 在家裡休息一下行不行啊 但他又強制要求別人受教學那裡衰嘛 以天使之名行666之實 幾嚴重呢 你說 所以 The road to hell is paved in the name of heaven 真是沒有說錯 為你好而已 快點去囉 就是這樣 好 今天講到這裡